记者附加瑜,综合报道香港天王刘德华于2018年12月在香港宏馆举办演唱会,因患上流感 忍痛取消七场演唱会,原本想用补办的方式,补偿给粉丝,在申请未能过关,最后只好退票 他一日深夜在歌迷会网站上痛接心声,表示知道有部分粉丝不愿意退票,也豪迈答应 我一定会用我个人的方法去补偿不想退票的朋友,刘德华申请补偿失败 图,翻设自IG,英语文化娱乐有限公司刘德华12月15日开始在香港宏馆举行一连20场群演,米洛夫迪劳刘德华沃德图尔演唱会,没想到 在唱到第14场时,他因患上流感,宣布演唱会腰斩,当得知此消息时,不少歌迷都表示可以理解,在仍难掩失望心情 原本主办单位打算在年底补办,在因租借场地失败,只好宣布退票退款 对此,刘德华一日晚间在歌迷会官网华载天地发文,旨在安排退票事宜的过程,才发现 沟通上其实存在很多繁复的问题,中间牵连甚广,因此耽误了一些时间,才宣布退票方式 刘德华承诺会用自己的方式补偿不想退票的粉丝 图,台湾应议提供对于有粉丝希望他可以补办,刘德华指出因为其中有太多不可控的因素,并非他个人可以完成,所以可能在执行上有些难度 不过他强调,在退票事宜结束后,会有所安排,我一定会用我个人的方法,去补偿不想退票的朋友 再说一次,所有退票,不退票的,都是我的朋友,所以退票的朋友,务必将所有退票资料存档 日后也必然有办法去照顾到你们,感谢,由他的处理方式可见 刘德华非常在乎粉丝的心情,希望尽自己的最大的努力,满足所有人,不少网友看了也大度他非常暖心直呼,难怪可以红这么久,刘德华发文 图,翻设自官网,滑载天地